在我国长白山上始终流传着野人生存的传说 据说在偏远山村中 有位俊美年轻人上山采药后离奇失踪 多年后有位一不蔽涕 劈头散发的男人回到村中 村民这才知道 原来当年他被一个两米高的女野人给抓走了 而且还在山上生醒了一个野二代 也受到了过度的惊吓 回到村中的男人已经变得神志不清 还常常疯癫乱跑 毛天师族掉下悬崖 死无葬身之地 此后山中总会传来女野人痛彻心扉的爱好声 长白山红毛野人是否真实存在呢 为何居住在附近村民 总说能看到神秘身影呢 专家在洞穴中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长白山珠峰北坡的山脉 有个叫神南山的山脉 是我国的十大名山之一 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地方 相传那里有千年的人参 天池的水冠以及长白山的野人 实际上关于野人的传说 在许多人寄罕至的地方 都有过报道 例如四川黑猪沟 而长白山也不例外 传言有位叫陪怀春的村民 他从小在这里生活 平时没事喜欢来神台山脚下 采摘灵芝和人参 但在一次的采摘活动中 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这天老培像往常一样采摘灵芝 就在他低头弯腰采摘时 突然听到山后的树林发出稀稀缩缩的声音 其中老培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动静越来越大 还有明显的脚踩草坪的声音 他感觉对方块头肯定不小 若是一道老虎 狗熊等大型动物 怕自己会小命不保 于是令他立马警惕了起来 最后他回头往后看了一眼 竟看到了一个与人很像的黑影 只见他身形高大 移动速度极快 老培心想都是村民为什么要躲我 并一边高喊一边顺顺跑着追了上去 但没过几分 那个黑影跑速度实在是太快 便将他甩掉 这让老培非常纳闷 等老培反应过来 发现自己被带进一片陌生的地带 起初他还好奇 可不久后 他就被这个陌生的环境整蒙了 老培看见眼前的河边有个怪洞 因神坛山寿地理因素的限制 几乎不可能形成葫芦状的洞穴 等老培看到这个洞穴时 不禁感到背脊一凉 又想到老一半人口中说的 野人传说 心想自己莫非遇到野人了 眼瞅着天就要黑了 他只能撒腿就跑 黄手黄脚 一路狂奔跑回家中 传说中的野人存在吗 村民看到的神秘身影 究竟是什么物种呢 老培回到家后 和村里的老人讲了一遍 老一半人理性分析了一番说 你看到的黑影 极有可能就是野人 至于看到的那个洞穴 或许是野人的聚集地 或藏匿点 为了寻找野人的真相 长白山的副会长 王松林与村民们 决定次日一同来到村林 一探究竟 如果这次真能发现野人 对于全球来说 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发现 洞穴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村民的猜想 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 老培看到的神秘身影 到底是不是野人呢 四日清晨 他们一行人拿着火把 手电 以及简单的石具 就朝老培说的洞穴走去 他们来到洞穴前一看 洞穴不是很大 据王松林估计 里面大约能住30人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危险 要是里面真出现什么 猛兽野人啥的 连个逃的地方都没有 可既然来都来了 便壮着胆往洞穴中走 他们刚到洞口 就动感一股阴森凉气 当他们感到害怕时 一阵呼呼啦啦的异响 从洞中传出 更让人恐怖的是 这声音越来越大 他们不知道 对面究竟会出现 一个什么生物 据当事人回忆 他们像是等待 厄运的降临 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算是有惊无险 呼呼啦啦的 飞出来的是一群蝙蝠 就在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 听见有人大喊道 快来看看 有白色的毛 听到这句话 他们的心才落地 一群人纷纷上前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这白毛又粗又壮 绝对不是人类的 没准这里 是野人居住的洞穴 此时他们打起精神 决定继续往前 但走着走着 神奇的事情又发生 却发现了一面 带有昭和字样的国旗 也是日本第124位天皇 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消失在长白山 万人的幽灵部队的居住地吗 他们一群人 简单地分析了一下 实际上当年战败后 有批万人的关东军 在接到上级命令后 决定退守朝鲜回到日本 但长期以王牌自居的关东军 为了维护日军之花的脸面 依旧誓死抵抗 尽管日本现在已经正式地投降 但这支部队仍旧打中脸冲胖子 他们心想 如果偷偷地回到日本 岂不是把面子都丢尽了吗 所幸便常住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了 洞穴究竟是引人居住的场所呢 还是当年日本部队居住过的场所呢 当年战败后的关东军部队 留在原始森林里生活 但这番分析存在漏洞 因为如果有着上万人的部队 在森林里生活 应该会留下大量的农物 亦或者是类似武器石堆的物品 而洞穴中有许多使用火的痕迹 看上去现是原始人类留下的痕迹 那这种原始人类 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野人呢 我们先姑且不谈洞中留下的用火痕迹 即便真是关东军居住在这里 都那么多年过去了 应该彻底凉头了吧 而且在这猛兽出没的地界 留下一具完整的尸骸都非常很难 那为何会有黑影出现在老胚身后呢 据王宋林翻阅许多资料后发现 灵长类动物以及野人都可以使用尸器 若只咬定野人不存在 也没有充足的证据 实际上曾在古籍安徒县之中 生动地描述了长白山野人的形象 身材魁梧 约两丈许 遍体伤黑 毛若星星 交合暗边 两叶生鱼的飞人 而那个年代的人 因思想传统 对物种的认知不是很全面 所以具体描述的是不是野人 我们无从知晓 至于洞穴中生活的痕迹 当地居民通常认为是 东狗子留下的证据 而东狗子是当地居民 对猎人的称呼 这些猎人体型高大动作敏捷 常常在原始森林 以及深山中行走打猎 经常身穿一身 动物皮制成的衣服 云云望卷像是一只熊瞎子 有些眼神不好的人 就以为是传说中的野人 于是洞穴 就成了东狗子在打猎时的暂鼻处 所以洞穴里那些用火的痕迹 或许就是他们留下来的 至于洞穴中的白毛 没准就是衣服上的毛发而已 而传说中的野人究竟存不存在 期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没发现实质性的证据前 人类都不能轻易地放下定论 虽然目前人类不知道 野人是否真实存在 但倘若野人真的存在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人类总能找出确切的证据来证实